早晨,今天是12月18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开市最紮顾》 今早我们由太风东方资产管理基金经理朱俊文 和谈牌文陪你一起开始 朱sir,今星期大事有什么借点? 我们说港股经过美国减息之后 虽然反应比较慢 始终慢慢缺乏在万六点水平 最低的升到最高是800点或900点左右 我们可以看看指数会不会进一步 是受到美国那边的相对比较的 息率宽松的气氛所带动 可以进一步地势升 经过少少调整之后 美国那边其实真的所有消息都出来了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宏观新闻 或者息率上面的焦点可言 人家加息,议息会议都搞定了 变成是比较展望在进一步的美国 会不会是过度地是估值的泡沫 或者是过度升得太过厉害 而出现一些自然短期的调整 反而是要控制股份 个别的升幅度 会不会太过厉害 是的,提提大家数据上 内地今个星期会公布LPR 还有星期下旬 就是美国都会公布DPCE数据 至于策略上 港股出现一个较明显的反弹 究竟大家应该是追入 还是说是一个陶生门 朱sir都会和我们详细分析 观众朋友,如果你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 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升的 道指再创历史新高 美股上星期是4毛日 上星期五是4毛日 指数和个股的期货和期权的结算日 美股表现波动 有联储局官员在接受访问时 说到 现时没有认真考虑减息 言论之后 债息回升 道指在高位之后 高开之后 一度回落156点 收市债升56点 收报37305点 再创收市新高 标指跌不够1点 收报4719点 纳指曾经倒跌 收市债升52点 收报14813点 纳指100指数上升0.5% 收报16623点 升穿2021年11月所创的历史高位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要回套 跌0.3% 欧洲股市各别发展 法国股市上升 一起看焦点美股 各别发展 Amazon和Tesla都升超过1% Meta和Google都靠稳 苹果股价向下 零售商Costco宣布派特别股息 刺激股价抽升4% Intel股价升2% 微软和NVIDIA升幅超过1% 2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各别发展 阿里巴巴比本港高1.5% 折合72.72% 京东上日升7% ADR再比本港收市高超过1% 折合107.01元 美团和网易比本港上日收市低 金融股普遍比本港上日收市低 建行和汇控都比本港收市低超过1% 理想同小鹏汽车比本港上日收市低 小鹏比本港收市低超过4% 折合56.49% 阿泰区股市方面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跌超过300点 跌超过1% 报32,612点 首义终合指数升2点 升来普通股指数跌2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升4点 看完新加坡交易的港股乞企 早段跌110点 恒指达16,700点左右的水平 我们看着 上星期一度碰过20天线 在10天线流上 现在跌完之后仍然在10天线流上 转头开始 对完盘之后 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和朱sir谈谈外围情况 上星期五看到 杜子和纳指100再破顶 但其实也有偏淡的言论和数据 我们先看看数据 先讲PMI 美国12月制造业的採购经理指数 48.2的 西瓜市场预期的49.5 亦比上次的49.4有所回落 另一个数 就是纽约12月份的制造业指数 由11月9.1 其实急跌到-14.5 市场原本预期是正义的 即是今次的数据都差过市场预期多少 看完言论 美国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斯说到 上次议息会议 当局目前未真正讨论过减息 当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备份及市场预期 最快明年开始 3月就会开始减息时 他回应说 现在考虑这一点仍然是为时过早 联储局将会继续根据数据 如果通胀缓和趋势逆转 当局会准备再次收紧的政策 还有不够10个交易日 中美股市都收劳 这个星期大家就看着 这个星期下旬公布PCE 预期PCE和核心PCE 其实都会继续回落 朱sir你如何判断美股的走势 现在也是高危了 其实危机大不大 还有明年第一季 其实目前的强势能否维持 首先我们就是说 在整体股市里面 我会觉得 令到它回调的因素 就是和息率的关系 就不是太大了 或者对于往后的通胀 会不会太过刺烈 那个前瞻这个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 是诸多的数据 甚至我们看到 是商品价格 这个能源 以至大面积的数据 都开始是橫比的升波 是相当比较乏力 或者甚至以无论橫比 或者是同比的角度 都开始是下降的了 那变了在整个CPI 无论CPI也好 或者去除食品 及能源价格 PC也好 你见到唯独是仍 相对比较强坏的数据 是只剩一个左右而已 就是说是房价 和房屋租金 仍然是橫比 不要说同比 但橫比仍然有所升幅的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见到其实 很多的数据都开始 都相当比较黏的了 正如刚才是说过一些 除了CPI的数据 比如说是PMI 因为PMI这个 就是彩后经理指数 其实来说相当比较重要 那我们见到是 在欧美大陆里面 都有个不同的特征 就是说PMI 无论是美国 美国也好 或者特别是 好像是一些欧洲 就是主要的那些国家 特别是德国 那你见到PMI 都是特别是开始差的 甚至德国已经是 就是频繁衰退了边缘 这个虽然很风刺的 它那个市场就频繁衰退 但是它的股市 就创近乎是今年的高位 就是跟我们香港的市场相反 那变了 我们就是说 在整体在美国那边 我们要知道 其实最近 它对于那些经济 那些数据 都是会坏消息 就当好消息 这样炒的 就是因为你的经济 这个数据是开始转淡的 或者是开始是向下的话 那我会冲劲 它这么快去减息 那这个 那这个就是 它整体的经济 数据那个情况 其实对于这个股市 就不会有 特别的负面的影响 那变了就是说 反而我们就有 少少那么多的担心 就是说最近 美股那个 所谓的媒调 那个动力 就那个不是在息率本身 就是在它 治的那些股票 压爬得太厉害了 OK 就是那个上升 会不会是过度地是price in 是一些的 无论是息率 媒调乐观的因素 或者是息率 媒调得很急的 是因素 都已经price in 甚至就是说 会不会有 一些股份 如果我们 因为其实美国的股份 你不可以说没有好 那它都会有一些 是大型的股份 它不是乱那么惨的 它都会可以 根据统计 它历代一些 的股值模型 一些高低位 那我们会有一些 指路明灯 或者一些牵引 这个 那我们就是会不会 其实它也都开始犯了 那个禁忌 就是说有一些的股份 无来科技股 或者部分的 内需的股份 它现在的股价 劲力的高位 也就是52周高位 它会不会犯了另外一个禁忌 就是它已经是完全 派遣了 是下一年 就是2024年的 最乐观的情况之下 那个盈利的情况之下 它那个股值 那个高端 原来它已经偷步 在一年前 因为你2024年的高价 是应该去到2024年 可能下半年才到 如果乖乖的 那如果你是太活跃 太乖的 那你即是去到2023年底 你已经是犯了2024年底的股值 那你好像会不会 你只是不给别人上车 你会不会过分一点 这个 那变了 的而且确 其实我会觉得 有部分的股份 就正正是犯了 这些禁忌的 那变了 那变了 是你过度的 是攀先了 或者提前是透支了 那个是所谓 来年的目标价格 那都会很容易 引来一个所谓的调整的 那特别的就是说 最后提醒大家 如果12月它硬 无论这些消息很坏 它都浪到去全个月 就是同时是全年最高维修的话 那变了是一月开局 大家都想开蒙蓉的 无论我们中国人 或者外国人都好 但是你会不会是 那么容易给你开蒙蓉呢 那就可能去到下年一月 就可能不止它 它不是很特别开门 或者它倒下 有些调整的 或者一些改正的 或者一些整顾 大家都要有一些 所谓心理准备 就是根据你刚才所说的 就是你觉得 调整的机会也会高的 是的 其实我也明示了 调整的机会是有一定的 当然调整的机会 是要有一个前置的 我刚才也说过 有一个前置就是 它去到12月 在特别纳斯打的指数 是相对现在的价位 它还要继续浪高的 而且就刚才说过 是去到12月 因为还有少少假日 这个是去到10月尾 它是近乎高收的 当然了 如果你说相反的 这个原来很黑 我说完这一下 今晚美股就开始调整了 调理是10月8日 调到你去12月尾 这样去回顺了少少结算的 那你回顺了 又变成了有水位 或者提前反映了 夏年1月是回调为印度 到时1月的走势 又有了不同 但是我也觉得老实说 这个你说在两边的选择里面 我会觉得它相对高收的基务 会比较大的意义 因为我们俗称 现在最后的淡友都投降 你数据上面也是转差 然后然后联储局 又是反常地是转甲 转甲也很重要 这个短短是三个月 即是9月到10月的铁镇 和我们发现差很远 连联储局都转甲 到大幅地转甲的态度 在比市场远期 其实你真是很难 说将市场有个借口 是贴得相对比较厉害的 这一刻 那变了12月可能 他硬是硬是 整支连线的羊竹 是非常英俊 落到最高的那一刻 那个个人就心态 想着 夏年继续在开派对 到时他才惩戒你 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机会 他相对比较大一点 好 我们看看恒指上日的走势 上个星期五 就一度升500点 创一个月以来的 最大单日升幅 成交金额就升到13亿 流上 是今个月以来最多 恒指高开208点之后 之后内地公布11月份的工业数据 好过市场预期 大市升幅扩大 最多是升562点 午后A股道跌 恒指的升幅收窄 最后收市升390点 收报16792点 国指升126点 收报5700点 三大指数的升幅 都是超过2% 而三大指数 都是从上12月初以来的最高水平 大市全日成交1362亿 是今个月以来最多的 港股在升 北水继续获利沽货 北水连续第二日 录得正流出 金额减少到396,000万 中海游连续第二日 录得北水正流入 金额2.3,000万 美团1.6,000万 东方因选有1.2,000万 看看正流出 腾讯持续有北水正流出 金额进一步增加到18.4,000万 小米有2.4,000万 建行持续有北水正流出 金额是1.5,000万